你要把这个资料备份 可以从那个 第一个当然你要登录你的Google账号 第二个你就从 因为之前的同学蛮多同学 会问到说如何备份云端上面的资料 其实理论上这东西是在你们那边 但是一个连结 如果你要把它备份到你自己的电脑里 担心说将来 因为有可能我每一期上课都会 做一些调整 那里面的东西也许会改变 或者是 会有暂时性关闭 或者没办法连结的可能性 那如果你担心说你暂时没办法使用的话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它会帮我们帮你把它压缩起来 并且把它压成一个ZIP的档案 再把它下载到你们自己的电脑 那这样你就不用担心说 可能抓不到这些档案 提供给个参考 因为很多东西 真的你不会 差一个地方你就做不出来了 但这地方 如果你要把一些东西学得好 并不是一直把它记在你的脑袋里面 因为你的 其实我觉得你脑袋里面记忆力 其实是会慢慢随着黏黏而衰退 而且你记越多 不属于你本来的东西 你会越容易疲劳 人会累是因为记了一些 不是自己的东西 你把它记在脑袋里面 当然会累了 所以最好的方法是 你就理解它 你理解之后其实就不用背了 因为你理解了 理解之后的话 那就会跟 好像就是常识性的 你就是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东西做出来 所以像我做这些东西 基本上都不是用背的 我都是用我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但前提是你必须要累积够多的那些 函数的知识 然后慢慢习惯 原来这样子可以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后面的话剩两次上课 那我想我们后面 还有一些综合性的练习题 就不区分哪一些 那里面像还有其他补充范例 这其他补充范例区 是有一些同学 就是有同学提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你没有兴趣的话 里面有一些范例题 那范例题里面 大致上包含也许入门进阶 像最近有同学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类似像那个 我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 这个 公司商品 与同业商品分类表 它这也是 因为它在寿险公司做 那结果它希望 这边 我把它先demo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寿险公司 它跟其他公司的一个比较 那比较的话 它每天做的事情都突发炼钢 怎么说呢 也就是这边总共 那我这个是已经写好了 demo给各位看 它每天的做法 这个本来是没有的 本来这里是没有的 那它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要算什么 算这里面 我把它放在下 这边如果有一二三 它有三个 这边有三个 一个 两个 然后再一个 然后这四个 这边再一个一个 这如果空的就没有了 它希望怎么样 把它全部加起来 它每天做的事情 就是用人工去算 这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商品 OK 那当然 如果你用人工来算的话 哇 恐怕 而且它每天是要做这些事情 那当然它会想过 说如果用VBA来做的话 该怎么做 第一个当然它会想说 有没有 Essail里面的函数 可以帮我们完成这件事情 当然 想一想 应该是没有的 你可以想 有吗 有这种函数吗 可以帮 有没有 我刚刚的叙述 如果没有 这时候 没办法 只好 用VBA了 可是用VBA要怎么做 OK 那理论上 当然我们 最好 我DEMO一下最后的结果 其实写的方法当然它里面是希望全部也就是里面总共有几列就全部通常把它加起来 但是你要做几列之前恐怕你可以先做单列的比如说我要怎么样刚刚好把这边里面的这个笔数全部加起来并且帮我把它放在这个储存格里面 好这个图存格做一个合计动作 所以我这边有个DEMO的按钮 假设按一下它的话 它会帮我把前面笔数全部加起来放在这边16笔 OK 那其他还有可以再做什么 如果你一个做出来之后底下就跑一个回圈嘛 跑一个回圈里面的话就包什么就刚刚的单单列的这个程式 这个程式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那底下的话全部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当然你如果有个清楚 不过这个清楚是可有可无的啦 OK 那也就做完之后呢 他每天的工作呢 基本上呢 就完成了 底下的话呢 最后还有家人上面的总共几档 因为他每天都要给他老板看这些资料 那他老板 那如果说 他以前的做法可能每天都要花固定 我想把这些全部算完了 恐怕应该要 至少要要花个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用人工来算 其实很容易算错 但是 如果你用程式来算 除非你输入的时候输入错误 否则的话基本上不可能发生错误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那要怎么样达到 就说有没有什么方式 可以这样先单列 在那个全部 那顶多一个清楚 OK 那你们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那我是把那个範例题 放在哪里呢 放在那个云端白板里面的 其他补充範例 其他补充範例就是同学问 入门的这里面 那你们找一下那个 他叫 范例 公司商品与 同业 商品的分类表 那也许你可以先试试看 那你不急着 这个是范例题 这个下载下来是没有答案的 那答案在哪里呢 答案在这里 城市吗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那你可以不要急着 去看这个城市 因为城市的话基本上就三段城市 123 就已经在这里了 那你可以先不要去看这个 这有点难度 那 那首先的话 几个概念可能要了解 第1个 就是什么 我要怎么知道 这个里面呢 他有 一笔资料 那一笔资料的话理论上 这个当然习惯他这个输入的时候应该是怎么样 输入了一笔之后 他会换行 那换行的话基本上会AUTO键加Enter 对不对 那我要怎么去辨识说 其实如果这边可以辨识的到 AUTO键 加换行 理论上 这边如果有两个 这个最后这个没有了 这个应该没有 所以如果有两个换行的话 那理论上这边应该有三笔 如果有 这个是没有 如果有资料 但是没有换行 那表示一个资料 如果有一个 那表示这边有两笔资料 OK 以此类推 那如果里面是空的 那就跳过 就不管他了 OK 那要怎么样可以帮我算完这些东西 这边的话我想 各位可以稍把逻辑了解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怎么做 会是最简便的 不过这一题先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 有点难度 里面呢 不是只有用FOR回圈 还会用另外一个回圈 叫DoFile Loop的回圈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讲 其他补充散例里面 好 好